在过去一年中 有关于情欲文化的书籍 可以说是新书出版的主流之一 而在这些情欲写作的论述当中 女作家何春蕊更是备受注目和争议的作者 从豪爽女人到不同国女人 何春蕊曾经高喊 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打破处女情节 解放女性情欲等等口号 最近她又推出新书《性心情》 在这一本被称为新性学报告的书籍当中 详实记载八位女性的情欲经验 希望透过这些个案的真实故事 能够触动人们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情欲 《性心情》其实是一个 《性心情》工作坊的工作报告 这是在1993年我跟张老师出版社 还有跟八个女人 就花了12个礼拜的时间促息谈性 坐在小房间里面 谈她们最亲密的身体情欲关系 然后这个东西被整理出来以后 以现在这样一本书的面貌出现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 第一次有女人这样子述说 她们最亲密的最深刻的 在她们情欲黑盒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 开始比较更自然的 更自在的 让女人更理直气壮的 来述说她们的身体经验 好显示出来说我们的社会文化 是怎么样来看待女人 怎么样来对待女人 何尊瑞长期推动妇女运动 尽管她所提出的女性解放情欲的论述 经常遭受批评和质疑 但是她却并不以为意 她反倒认为透过多样的出版品和广泛的讨论 才能够使整个社会更具正视女性在现有的父权结构之下 所承受的压抑 有人说我的宝就是你的垃圾 你的宝就是我的垃圾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在我看是情色 在你看是色情 或者颠倒过来 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其实蛮希望看到 情欲出版品多样化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口味不同嘛 那有些人喜欢吃青州小菜 有人喜欢吃麻辣的 那所以有人喜欢要真枪实弹的 只看生殖器官的动作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的话 他需要另外一种色情的产品 所以我倒觉得多样化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比较反对对于情欲作品的检查制度 或者是禁绝制度 因为我觉得检查和禁止 事实上都是以一种 大人保护小孩的那种态度 以由上到下来这种施恩的 或者照顾的 或者管理的这种态度 那这种态度的话 不会让所谓的下面的 或者弱者的这些人 真正的得到力量 因为这种管理的态度 事实上是对言论的一种钳制 反而使得多样化的文化成为不可能 下节报道 新加坡本土电视剧 金枕头在新加坡创高收市 中子还是有机会 可以和台湾的乐迷有缘相会 而在另外一方面 大谈只要性高潮 不要性骚扰的台湾富裕领袖 何春蕊呢 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性心情》 在过去一年中 有关于情欲文化的书籍 可以说是新书出版的主流之一 而在这些情欲写作的论述当中 女作家何春蕊 更是备受注目和争议的作者 从豪爽女人到不同国女人 何春蕊曾经高喊 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打破处女情节 解放女性情欲等等口号 最近他又推出新书《性心情》 在这一本被称为 新性学报告的书籍当中 详实记载八位女性的情欲经验 希望透过这些个案的真实故事 能够触动人们 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情欲 《性心情》 其实是一个 《性心情》工作坊的工作报告 这是在1993年 我跟张老师出版社 还有跟八个女人 就花了十二个礼拜的时间 促息谈性 坐在小房间里面 谈她们最亲密的身体情欲关系 然后这个东西被整理出来以后 以现在这样一本书的面貌出现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 第一次有女人 这样子述说她们最亲密的 最深刻的 在她们情欲黑盒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 开始比较更自然的 更自在的 让女人更理直气壮的 来述说她们的身体经验 好显示出来说 我们的社会文化 是怎么样来看待女人 怎么样来对待女人 何鲁瑞长期推动妇女运动 尽管他所提出的 女性解放情欲的论述 经常遭受批评和质疑 但是她却并不以为意 她反倒认为 透过多样的出版品 和广泛的讨论 才能够使整个社会 更去正视女性 在现有的父权结构之下 所承受的压抑 有人说我的宝就是你的垃圾 你的宝就是我的垃圾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在我看是情色 在你看是色情 或者颠倒过来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其实蛮希望看到 情欲出版品多样化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口味不同嘛 那有些人喜欢吃青州小菜 有人喜欢吃麻辣的 那所以有人喜欢要真枪实弹的 只看生殖器官的动作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的话 他需要另外一种色情的产品 所以我倒觉得多样化 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比较反对 对于情欲作品的检查制度 或者是禁绝制度 因为我觉得检查和禁止 事实上都是以一种 大人保护小孩的这种态度 以由上到下来这种施恩的 或者照顾的 或者管理的这种态度 那这种态度的话 不会让所谓的下面的 或者弱者的这些人 真正的得到力量 因为这种管理的态度 事实上是对言论的一种钳制 反而使得多样化的文化 成为不可能 也可以的话 再次回到点击 再次回到点击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